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国拼需求旧区最大水获 托凡正东后腿,招球迷怒批刘国梁的新错人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国拼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目前国拼正在 正在四平赛,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那么在两天的比赛中啊 国拼也是崭兴去了强大的实力 众多的年轻小将啊 在国际赛场啊 大放异彩,很多球迷欢欣鼓 然后啊,在今天的栏端比赛中 国拼却传了坏消息 备受球迷们关聚的年轻小将周启豪 在第五轮对阵德国名将波尔的比赛中啊 惨遭一比四淘汰 很多球迷啊 其实对于周启豪寄入厚望 众所周知啊 本次国拼南队的抽签分轴啊 趋兴了戏剧化的局面 周启豪一个人独守下半区 反正东,梁静坤,林高阮,王楚清,四名王牌队员啊 都被分在了上半区 那么这样的分组结果啊 也给周启豪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那么周启豪要一个人在下半区啊 捍卫国拼的荣誉 帮助啊国拼南队扫清障碍 在第一场比赛中啊 周启豪四比零横扫了对手 很多球迷非常的开心 但是当时啊 我就感觉到啊 这个周启豪的状态啊 似乎不稳定 虽然说直落四盘战胜的对手 但是呢 美局的比分啊 都非常的接近 那么在今天啊 周启豪迎来了更大的挑战 面对四十岁的波尔 周启豪不但在继续成名上面表现不好 而且在心态上面呢 也出现了很大的波动 那么呢 最终周启豪只是在第四局啊 稍微挽回了一些隐秘 以十一比五啊 赢下了一局 那么另外 四局的比分啊 相差还是比较的旋须 说明了 这个周启豪 在国际赛场啊 确实是表现趋了 想赢又怕输的状态 那么现在啊 周启豪 在南单第二轮就惨遭屈指 也给国平南单后面的比赛啊 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那么现在周启豪 区局之后啊 那就意味着 国平南单 在下半区已经没有球篮 那么在上半区 樊正东 梁静坤 林高阮 王楚清 四名球篮 只能争夺一个决赛的名额 那就意味着 国平南单 已经提前无然锁定 南单的冠亚军了 很多球迷啊 也是感到非常的惋惜 众所周知 本次四平赛 刘国梁直到 唯以重任 樊正东成为了 南队的领军人物 那么现在啊 犹如周启豪 这么早就被淘汰 区局 也拖了樊正东的后腿 导致啊 这个樊正东 等球篮的压力 也会比较的大 那么因此啊 在赛后 这个周启豪的淘汰啊 也是遭受到了 球迷的批评 其实对于 刘国梁直到一呢 在备赞四平赛期间 用心良苦 精巧细血 那么最终啊 挑选去了 十名非常优秀的 明星队员参赛 实际上 刘国梁的目标 非常的明显 不只要在四平赛上面 取得好成绩 更要放映于 三年之后的 巴黎奥陆会 但是呢 现在啊 周启豪 从一定意义上面啊 辜负了 刘国梁直到的 信任 而且在需求之后啊 周启豪的 发言也耐用寻味 周启豪认为 自己需求很正常 这无疑 更加 让球迷们难以接受 众所周知 中国乒乓球队 在世界拼坛 占据霸主地位 按道理来说 刘国梁挑行去来的 这十名队员 都是具有强大的 竞争力 要不然 刘国梁直到 也不可能 将他们啊 带去参加四平赛 那么现在 周启豪 并不是因为 能力不行 遭到淘汰 而是 而是因为自己的 心态 发生的问题 最终啊 惨遭淘汰 可以看出啊 刘国梁 确实是 信错人了 球迷朋友们 如何看待周启豪 这名球员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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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